新增了29922例的确诊个案 死亡个案增加81例 中重症增加了220例 中重症当中有两起儿童 Miss C个案 其中一位1岁女童确诊 罹患Miss C的中间间隔 只有168天 好 这样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 创下了国内间隔最久的记录 儿童的重症今年有新增两例 分别是1岁跟10岁 1岁的这一位是一位女童 她本身有接种过一剂的疫苗 没有慢性病史 她5月13号就已经有确诊过 新冠病毒感染 隔了大概就是24周 也就是168天 于10月28号开始陆续有高烧 全身皮疹 呕吐等症状 于10月30号到急诊 急诊的检查是发现有 喉咙红肿 草莓蛇 抽血有凝血功能异常 跟发炎指数升高 所以医师怀疑是MIS-C 住院收入加护病房 加护病房住院后的这个心脏超硬波 也检查有冠状动脉异异常的一个情形 所以是有确诊为MIS-C 那她目前仍然在加护病房治疗 不过病况已经有稳定的改善 那这个也是我们目前 这个上一波跟这一波的本土疫情以来 这个MIS-C距离确诊发病最久的一个个案 是168天 就大概24周 那这个应该是很罕见的一个情形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MIS-C的个案 都还是在这个6周内会发生 所以这个只是说 也是有这种很少数比较极端 就是说发病在这个6周以上 甚至更久的这个个案会出现 所以有类似的症状 还是请家长跟医师都要特别的注意